大家好,欢迎收看厉害了,阿诺国 最近,我国在印尼城建的雅加达到万龙高铁项目取得重大突破,获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 雅湾高铁是我国与印尼于2015年10月16日达成的合作项目 当时预计2016年11月开工,三流建成 最近,雅湾高铁的沿途征替穿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同时,22处先气工程也进展顺利,具备了全面开工的条件 意味着,拖延多年的雅湾高铁项目正在推进过程中不再受到外界影响 除去雅湾高铁本身实施起来的实际难度 另一方面的轻微影响则是来自日本的忌妒 雅湾高铁全长150公里,造价51.35亿美元,折合约339亿人民币 建成之后,我国将获得长达50年的特许经营权 长期回报非常可观 同时,这也是印尼史上第一座高铁,对于它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这个项目最初与印尼的接下方并不是我国,而是日本 为了我国这个东西,格兰换了三个手向 微信搜索并关注以粉皇物,回复手向,观看精彩视频 了解是啥究竟有这么大魔力 2011年,日本企业就对雅湾高铁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最后,在项目竞标过程中也紧抓不放 即使印尼与我国达成合作,日本仍然死心不敢,多次出手进行阻挠 包括向印尼提出更加优惠的报价方案,渲染所谓的征定难等问题 企图让印尼回心转意,然而印尼却不为所动 近些年,日本在国际高铁领域与我国竞争激烈,亚万铁路便是鲜明的例子 但是相比较于日本低价竞争和承诺无息贷款这些办法 我国让印尼真正下定决心的方案,则是愿意转让部分先进技术 为印尼培养一批高水平的高铁技术力量 这种带有实际意义的方案,显然更吸引印尼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请点击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厉害了俺的国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